这个是风鸣器模组 那风鸣器模组呢 它的接线的部分一样是标准的GVS G跟V是电源的部分 S是讯号的部分 那它是一个输出模组 算是数位型的 不过它是要需要写函式库的 因为这个风鸣器 它可以标准的输出Doremi发收 制定的应接 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资料 是要写在韩式库里面去做转换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韩式库输入 那因为它是基本型 基础的SLA Plus的积木里面 是已经都把它内建在里面 那么它的接线就非常简单的 因为是标准型的 所以它的GVS我们就用中红橘这一个杜邦线 把它接到数位输出入的这个接角上面 从2到13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就找一排把它接上去 GVS一样照位置差 那我们这一次就把它接在第三只角 那么一样使用Transformer来做示范 把扩充积木给放进来SLA Plus 那放进来之后 因为它是常用的模组 所以我们就直接选它的输出积木 启用角位 然后这边就要选音调 就是声调 那我们接在第三只角 就要选第三只角 那设定好、定义好之后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是使用这一个积木 在角位第几只角播放什么频率的声音多久 那这边呢 这边声调的部分呢 C4中音D、C、D、E、F、G、A、B 那个4是中音 然后往下是低音 然后往上是高音 所以C是D、RE、M的D、D C4就是中音D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直接在上面加利词 点一下Action 就会听到它的D的声音 那你也可以再加一个 就是RE、RE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风鸣器